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改 至善不畏 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之深 汇编里面 诸解的也非常之好 尤其是 天如禅寺的一段开始 很值得我们警惕 归结到开始的大义 普贤菩萨教导我们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人生在世间 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但是 这个机遇非常宝贵 这么短暂的时机 修善 得无穷的福报 要造华呢 也会得 无边的灾祸 所以这个短暂时间 我们要知道珍惜 这个是 来生后世 吉凶霍夫的枢纽 关系实在太大太大了 所以祝福菩萨 无不是硬化到世间来 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断卧修善 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众生 能够涌脱苦冷 成佛成圣 这也是一个大好机遇 果然 明白佛的 佛说的大意 一念回头 就顿超是发解 所以这个机遇 太可贵了 祝节末后 引用一段故事 周朝时候 齐桓公 过过世的废墟 他很感叹 问一个老人 他过世了 为什么家破人亡 老人告诉他 善善而窝窝 桓公就说 善善窝窝 为什么会败亡到这个地步 老人说 善善而不能为 窝窝而不能去 这两句话 我们要记住 说两个善 第一个是知道善 第二个是要行善 知道善 应该要行善 他不肯做 这就错了 知道窝 应当要改窝 他不肯改 是家破人亡 这不算是个什么大死群 也是的 如果有佛的智慧 有佛的眼光 来看这样事情 问题就严重了 这么好的一个机缘是掉了 一生当中 造作无量无边大小罪业 祸 祸患无穷 你会招来 生生世世的不如意 忍 为什么不能忍一时呢 一时就是一时 几十年光阴 一刹那就过去了 我跟南京夜中官校长 我们同班同学 而且坐在一张桌子 坐一个长板凳 那个时候不到二十岁 今天见面坐在一起 五十多年了 想到从前的事情 就像昨天一样 你说生命多么短暂 佛说 世间无常 故土为翠 这个老人说 善善而我我 这些都是智力明眼 我们要铭记在心的 佛菩萨 跟凡夫 差别在哪里 齐心动念 为自己 心里面充满了贪嗔之慢 这是凡夫啊 齐心动念 为一切众生 心里面 是真诚 清净 平等 自卑 满虚空 变法计 这个人 就是佛 这个人 就是菩萨 菩萨跟佛 一念之间 念头转过来了 行为就转过来了 佛菩萨 佛菩萨的行为 我们在讲题上常说 时时刻刻提醒同学们 齐心动念 一夜遇造处 都给世纪人 做保养 那我们 所表现的样子 有善 有悟 大家都看得清楚 众人以为善 我们要保持 不要把善行 射掉 众人以为窝 我们要好好地反省 是不是真窝 如果是真窝 马上改正过来 如果不是真窝 不是真窝 别有用意 这个用意 大家在眼前看 好像不善 过几年 你就明白了 原来这是善 我们的齐心动念 隐形举止 以智慧 不是以情史 帮助一切众生 断一身心 帮助一切众生 破米开悟 决定 不然 明文理 决定 不然 五一六成 把佛陀的教诲 圣贤的教诲 踏踏实实 做出来 给社会大众看 我们讲 他不容易听进去 我们做给他看 世间人 贪图 名利 贪图 财富 我们做出来 给他看 财富从哪里 从布施来的 日失越多 聪明智慧 从哪里来的 法布施来的 肯帮助别人 肯教化别人 智慧就增长了 健康长寿 从哪里来的 五一步是来的 爱护一切众生 不但不杀害众生 你脑害众生的事情 我们都不做 世间人所需求的 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我们做出来 给他看 佛教化众生 用的是这个方法 首先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接着再劝导你 劝勉你应该做 最后自己做真 你看我是这样做的 我得到了 物质生活 实在讲 很简单的 每天三餐饭吃得饱 衣服穿得暖 居住的方式 虽然不到 正齐干净 一尘不染 舒适了 这是福报 财富 只要作用 就够了 不需要积蓄 要懂得不是 把财富 储蓄在一切众生的福报上 永远不会消失 放在银行 放在哪个地方 都靠不住 一个灾难都没有了 佛在经上讲 财富有五家共有 叫我们觉悟 财富是自己的 这个五家 第一个是水 一个洪水来了 会把你整个淹没掉 飘掉了 第二个是火 火再会烧掉 第三个是官府 你犯罚了 犯罪了 在古时候 你的家财 充公了 没收了 第四个 盗贼 他来偷你的 来抢你的 第五个 败家子 哪里是自己的 自己的财宝 要学祝福菩萨 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切众生 佛宝之中 所以佛教给我们 布施供养 需要修福啊 要修福啊 佛体 有三个 这三个地方都生福 生无量无边的佛宝 第一个是供养父母 恩天 父母对我们有恩 要懂得效养啊 第二个是老四 三宝是老四 对老四要拱敬了 叫敬天 第三个是一切苦难重生 是悲怡天 所以有财富 往这三方面 去布施供养 你的佛宝 生生世世 永远 想不见 这个是储存财富 最殊胜之处 不会磨灭的 纵然这个世界毁灭了 你的佛宝不会毁灭 如果 你的财富 不储存在这三个地方 世界毁灭 你的财富随之会毁灭 不是你所有的 所以祝福菩萨 智慧福报 超过凡人 不但是人间 天上 大凡天王 摩西首罗天王的佛宝 不能跟佛菩萨的 这个道理 佛在经上常讲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肯干 这一段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下面一段 这是第58节 自罪引他了 永色放属 这也是很大的故事 自罪引他 自己犯罪 还要牵连别人 所以是托人下水 这个罪非常之重 这个小助理的说 急过 总不可焉 他人 总不可悟 误陷别人 这个罪 急重 自己有过失 纵然你能瞒得过 世间法律的制裁 你瞒不过因果 你瞒不过鬼神 鬼神这个报应 真有过 在现前的社会 太多太多了 所以圣贤教会 尤其是佛菩萨教会 教我们 怎样才能得到真实的福报 你的生活 幸福 美满 快乐 那么第一个 你要把人事环境 主要 佛菩萨 儒家 道家 教人 首先就是 能离道的 人与人相处 要处得活摸 第二 你如何跟自然环境 把关系搞 这是物质环境 懂的人不多 小环境 我们这一个房间 这里面许多家具 装饰品 摆设得整整齐齐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严见二文 借出感觉得很舒适 现在人懂得这个 大环境 俗获了 所以现在人家 地球生病 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 我们中国人家 风水被破坏 台湾 这次大地震 怎样 在中部 在普里 普里这个地方 五十年前 我住过 那个地方 非常之好 台湾风水 最好的地方 因为最好 大家拼命而急 自然景观 完全被破坏了 每个人都自私自利 都互相 不能够忍让 过人搞过人 遭难了 我想那一边道场 应该毁坏的差不多 地藏经上讲 地神 你得罪地神 地神惩罚你 真有 这不是迷信 我们要跟自然环境 出好 我们爱护自然环境 那个地方有一棵树 不是非不得已 绝不砍树 开路 我可以绕道 我在澳洲的小道场 我里头要坐 这个小路 通道 他们跟我讲的时候 通道要砍树 我说 路不做了 树决定不砍 我不做路 爱惜自然环境 一草一木 一砖一石 我们都对他付出爱心 我爱他 他爱我 第三个 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出好 非常重要 这三个关系出好了 你一定是幸福 美满快乐 古圣先行教育 是叫这些 诸佛菩萨教育 也是叫这些 您能说这个教育不对吗 这个教育有错误吗 现在人把这些证明是迷信 这是恒不信 欲吃到基础 至善 美满的教育 我们把它舍弃掉了 人怎么不造罪 怎么不造劫难 今天 迷惑的人多 觉悟的人少 觉悟人多 这些人当中 随身烦恼稀奇的还是多 真正肯回头的 少之又少啊 我们要用其他宗教的话来讲 一个人回头 一个人得救 两个人回头 两个人得救 只要我们自己明白了 肯回头 不再为自己 是真正为自己 利益众生 真实利益自己 要觉悟 要回头啊 自己做事 自己一定要负责任 绝不牵离别人 有福 愿与大众共享 有罪过 一定要发心 自己一个人的承担 菩萨的精神 所以 决定不可以 误陷别人 无根的谣言 决定不能够相信 感应篇 这个几句话 纵讨亡法 难免天助 这一句话 在这个汇编里面 重复 许许多多遍 天助 天地归于神的惩罚 你逃不掉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这样ов着 明镜需要稿